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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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这段非常时期里面 我们都没有办法有实体的教会的崇拜跟团契的这些生活 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好像都被分散在各自的家中 那么这也久了就会成为我们一个个人属灵上的一个挑战 也或许就会陷入了一些的挣扎里面 今天我想透过一卷书叫做哈巴古书 来跟弟兄姐妹们互相的勉励 求神也让我们有一颗受教警醒的心 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 让我们能够透过网络起居一起敬拜你 求你开启我们属灵的耳朵心和眼睛 无论是讲的或听的都同得益处 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生命祈求 阿们 哈巴古先知呢 他是以前在先知的是神的代言人 因为当时以色列人都随从迦南人敬拜巴黎 跟其他的偶像 整个社会普遍都是缺乏公平跟公义 到处都是欺诈还有暴力 以及他们为了要抵御外敌的欺凌 还有侵略 常常也会向其他的国家来求助 然后就臣服在这些国家的权势下 忘了耶和华才是他们唯一的依靠 那么神就会使用先知来对国家还有百姓发出警告还有安慰的话 今天我们要从哈巴古先知这个人 哈巴古先知这个人来学习属灵上的挣扎到蜕变 要知道先知他也是平常人 他也会有软弱 他的软弱我们也会有 三个主任李牧师透过彼得来跟我们分享信心 那么今天我们要从哈巴古先知这个人学到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今天的主题经文 哈巴古书三章17到19节 哈巴古先知到第三章结束的时候 他向神发出这样子的赞美 还有他所体现出来的这个信心呢 其实是经过挣扎 还有不断的跟神祷告 甚至他等候他才领悟到的 更值得学习的是他没有离开神 就算他有疑惑 他有挣扎 他仍然跟神亲近 无时无刻都将自己的心思意念跟神来连接 以至他能够领受到神赐给他的信心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哈巴古先知 在整个属灵的光景 他是怎么样从这个挣扎到蜕变 第一点 他向神坦承疑惑 还有他的软弱 哈巴古书的时期 大概就是处于在祖前609年到597年的 约雅进的时期 当时约雅进王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王 列王记下23章37节以后 这么的记录说 约雅进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效法他列主一切所行的 所以当时的社会是处于极度的不公里面 都失去了公义 哈巴古先知不明白 为何神会允许这样的罪恶跟强暴 就存在这个犹大内 以致他就向神发问 我们来看第一章的二到三节 他说 耶和华 我呼求你 你不应允我 要到几时呢 我因强暴哀求你 你还不拯救 你为何使我看见罪虐 罪虐 你为何看着坚恶而不理呢 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 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 然后神就回答哈巴古先知说 他还要利用更凶恶的加勒底人 来惩治属神的百姓 加勒底人在圣经里面有记载 他们是残忍暴躁的知名 杀人流血自高自大狂傲 他的马比豹还快 比晚上的豺狼更猛 他们飞跑如鹰抓屎 所以加勒底人是非常的凶恶 那么他还要用加勒底人来惩治属神的百姓 这个对哈巴古先知来讲是更为吃惊 他觉得神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我们不至于死 那么哈巴古先知就把他不明白 跟疑惑再次的来向神提出 他对神真的有很多的申诉 我们现在来看哈巴古先知的第一章十三到十七节 你眼目清洁不看邪癖 不看兼恶行诡诈的 你为何看着不理呢 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 你为何寂寞不语呢 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 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 他用勾勾住 用网捕获 用拉网聚集他们 因此他欢喜快乐 就像网献祭 像网烧香 因他有此得肥美的份 和富裕的食物 他岂可屡次到空网罗 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 毫不顾惜呢 那个恶人 好像那捕鱼的人的网 用勾 用网 把人们都网住了 然后他们在那边欢呼快乐 其实现在的我们 也都被这个网给网住了 就是互联网 弟兄姐妹 你怎么来看待这个互联网呢 你怎么来使用这个互联网呢 如果我们滥用 真的就成了撒旦 迷惑我们的工具 如果我们使用得当 它就会变成神果的武器 所以呢 有很多人 他们有一些习惯 喜欢看手机看到很晚 然后就把手机放在枕头边 可能比自己亲密的人都还亲密 那么这就叫做无意识的自杀 这个真的是要求神来改变我们 尤其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呢 是无往不利的 没有网络真的很不方便 我们每个人都在家隔离着 你没有网络 不会使用网络 就没有办法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 疫情发展到底如何了 甚至有许多人就用网络也来买日常用品啊 订购食物 而教会在没有办法有实体聚会的时候呢 也采用网上的崇拜 小组 还有课程 我们甚至都还在教导这些老人家 年长者怎么样来使用网络来崇拜 使用这个room 来做小组的聚会 这是一个时代的趋势 我们似乎是无法避免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能够节制对网络的使用 还有它使用的范围 也可以成为我们极大的帮助 成为我们神国的武器 那这段期间 你有这样的挣扎吗 你若爱基不释手 甚至浏览不该看的 那么就该求助于神 跟神诉说你的软弱 求神帮助你 吃你力量 不要再被撒旦挟制了 若是在这段期间 你失去了工作 或许你也会想 为什么这样的事情 会临到我的身上 你会有疑惑 然后你自己是怎么样的反应呢 你抱怨 还是让自己的情绪 就这样滴落下去 我们看到哈巴谷先知 他是来到神的面前 将一切的疑惑 都来跟神交谈 所以弟兄姐妹 或许你们心中充满疑惑 也觉得软弱 甚至觉得很不公平 请不要忘记 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来诉说 跟神祷告 神会让你挣扎的心 得到释放 带来正面的效果 只要我们愿意 神会使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得益处 即使是坏事 也将成为神施展神迹的时候 重要的是 你不要倚靠自己的聪明 乃是要紧紧的跟随神 向神祷告 坦承自己的疑惑和软弱 将这些事都交在神的手中 像哈巴谷先知一样 将自己的心情毫无保留的 向神来诉说 因为我们神的智慧是无法测度 疲乏的 他吃能力软弱的 他加力量 然后呢 我们要来看看哈巴谷先知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 接下来他做了些什么事情 第二点 你看他就安静等候亲近神 当神第一次对哈巴谷先知说 他要用这个更残暴的加勒底人 来刑法的时候 他感到震惊 他决定等候神说话 我们看到第二章的第一节这么写着 我要站在守望所 立在望楼上观看 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 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愿 所以遇到困惑 不要急着找答案 我们要学哈巴谷先知 先让自己离开这个喧闹的环境 安静等候神 我们来看看诗篇130篇 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 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 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 主耶和华 你若纠察罪孽 谁能站得住呢 但在你有赦免之恩 要叫人敬畏你 我等候耶和华 我的心等候 我也仰望他的话 我的心等候主 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 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 以色列啊 你当仰望耶和华 因他有慈爱 有丰盛的救恩 他必救赎以色列 脱离一切的罪孽 所以当他到了第二节 第四节的时候呢 哈巴谷先知 就听到神给他的一个回复 我们来看第二节 第三节 还有第四节 他对我说 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 使读的人容易读 或做随跑随读 因为这末世 有一定的日期 快要应验 并不虚谎 虽然持言还要等候 因为必然临到 不再持言 迦勒底人自高自大 心不正直 为义人应信得生 神告诉哈巴谷先知 他已将末世都写在板上 让你们都容易读 而且随时都可以读 就好像今天 我们的科技很发达 我们除了圣经 神的话也可以透过手机 让我们随时都可以读 然而人不能理解 末世的最大原因呢 就是没有办法知道 成就的时间 这也是神才会知道的奥秘 虽然如此 神叫我们不要操作过急 进行判断 而陷入自暴自弃 或埋怨神的歧途 预定的日子一到 神的旨意就会成就 你们要忍耐等候 神也说 迦勒底人的心不正直 过只远离神的生活 因此他们的内心 是不会得到终极的安息的 唯有义人应信得生 义人的结果 与不正直的迦勒底人 是不同的 神的子民应该凭着信心来等待 信赖公义的神 活在信心当中 保罗也多次的引用这处的经文 来说明人要凭信心 靠恩典得救的教训 神也在接下来的经节 告诉哈巴谷先知 迦勒底人会因为他们的暴行 遭到五个灾祸 神会审判他们的 有以上的经文 我们也不难发现 要挣脱你的挣扎跟安静 亲近神 及信心都有着很大的关系 有一篇灵修的见证分享 他是这么写着的 他说当时他的学业非常的繁忙 实验压力也很大 每天起床呢 就要匆匆忙忙的赶到实验室 有时他是连早餐呢 都来不及吃 就疏忽了他跟上帝的关系 每天的清晨呢 原本他有灵修的习惯 总是吵吵的就跟上帝请假 心想神会了解他的苦衷 一阵子就不看圣经 早上也没有祷告 应该没有关系 一开始他的生活 确实是没有异状 但是到后来压力越来越沉重 实验也没有办法 好好的进行 常常一个失误就感到心浮气躁 导致他的实验失败 都必须要重新再来过 这样的不顺利 意再的发生 心里难过的他 到最后呢 一直苦无办法 直到某一天 他的实验熬到半夜 还是一样遭遇到失败 无助的他就跟上帝说 你在哪里 为什么我现在这样的难过 你在哪里 当他问完问题的瞬间 心中有另外一个声音对他说 那每天早上 你一睁开双眼的时候 你在哪里 上帝是不是在等着你 顿时他恍然大悟 原来不是上帝远离他 而是他先远离了上帝 隔天一早 他一起床 又习惯性的想赶往这个实验室去 但是他看到搁在书桌上的几天的圣经 上面已经蒙了一层的灰 便把整理好的书包放下 坐在书桌前打开圣经 刚好沿着上次的进度 来继续的读 那天的内容恰巧就是马太福音 第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 好比一个聪明人 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雨淋水冲风吹 撞着那房子 房子总不倒塌 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 好比一个无知的人 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雨淋水冲风吹 撞着那房子 房子就倒塌了 并且倒塌的很大 这段话仿佛就在提醒他 我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就像这段经文中说的 是建立在磐石上 还是建立在沙土上 如果是在磐石上 便会充满坚定的信心与喜乐 那么无论屋外如何的风吹雨打 我们仍然都可以安稳自在 但若每一天 你都是处于忙乱当中 没有好好的跟神来亲近 就像那松散的沙土上建立房屋 虽然建好了 但只要被外在的事物影响 一个不小心 房子就会倒塌了 无论我们怎么忙碌 千万不要离弃上帝 乃是每天利用一段时间 与他亲近 因为纵使有再多的财富 全是到最后人无法与神相比 只有上帝是我们永恒的保护 可以赐下心中的平安 约翰卫斯里有这么一句话 上帝永远不会抛弃任何人 除非人先离弃上帝 等候或许是很难学习的功课 我们在等候的过程当中 时常会恨不得神直接告诉我答案 然而上帝是不会站在 你的人山交叉路口 告诉我们该往哪条路去走 因为祂是引导我们的想导 而不是指路的路标 上帝会与我们同行 带领我们走未知的道路 我们只要单单的与祂同行 我们透过亲近神 慢慢了解神的心意 就如哈巴谷先知一样 祂安静的等候 然后祂亲近神 以致祂就可以明白神的大能跟作为 最后祂就有信心的 把一切都交托给神 仰望神 我们要来看第三点 祂把信心仰望神 我们在第三章会看到哈巴谷先知 祂用诗歌来赞美神 祂送赞神的大能 还有过去神是如何带领 以色列百姓出埃及 哈巴谷这个名字 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拥抱 名副其实他虽然对神有很不理解的时候 有疑惑的时候 然而他还是拥抱着自己跟神的关系 他没有离开神 以至于神能够让他从疑惑当中 慢慢的思想起神的作为 最终他就以信心的来赞美神 信心大概就是我们很难去捉摸的 又是看不见的思想状态 但其实他又可以很简单的表现出来 我们若以哈巴谷书第三章 哈巴谷先知的祈祷书就可以看到 可以明白信心是怎么样来的 经过了跟神的对话 哈巴谷先知他处理了理智上的矛盾之后 他安静等候神 接着他开始赞美神 他歌颂神 那么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经文里面 大概的捉摸看到 哈巴谷先知这个信心 他大概是怎么来的 我把它分为两个小点 第一个他拥抱记忆 也就是数算恩典 第三章的3到16节 是先知他在歌颂神在历史上的大能的作为 神如何带领以色列人民 从埃及到迦南地的这个过程的恩典 供应跟保护 让哈巴谷先知的华语得到释放 由于经文有点长 我们来读第三节第四节还有16节 神从提曼而来 圣者从巴南山灵道 他的荣光遮蔽诸天 宋战充满大地 他的辉煌如同日光 从他手里射出光线 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 因你的剑射出发光 你的枪闪出光耀 日月都在本宫停住 哈巴谷先知想起神如何帮助 以色列人民出埃及 入迦南地的整个过程的保守 特别是神命日月都停止移动 就为了要帮助耶稣亚在激变的这场战役 来战胜敌人 当先知回想到过去神所做的一切 他知道他不应该再怀疑神 当献上感恩 顺服神的带领 时常回想神在你身上的作为 拥抱记忆 也就是数算恩典 能够使我们献上感谢的心 并且纪念耶稣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 哥罗西书二章七节也写到 在他里面生根建造 信心坚固 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 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所以我们应该常常回顾 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我想到我信主的时候 当时我是经历人生的一个极大的低谷当中 我真的不晓得我的日子 应该怎么样的撑下去 那时我信了主 我知道还有一个人这么的爱我 还有神拣选我 我多么的感动 当我常常想起那段时间 神怎么样透过教会的生活 教会的姐妹带领我读经祷告 带领我在教会里面做一些的开始的服事 以至于到最后受洗 那段的时间真的是甜美的 感谢神拣选了我 所以当我在困难 在我陷入低谷的时候 我常常都会回想起那段时间 神对我的保守 以及把我从这样子的一个里面拔出来 让我重新过一个新造的生活 然后当哈巴谷先知他领悟到这些的时候 他为得胜来高歌 17节 19节是整卷哈巴谷书 最具代表性的经节 它的价值是无与伦比了 我们再来读一读这里的经节 第3章的17到19节 虽然五花果树不发旺 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不效力 田地不出粮食 圈中绝了养 棚内也没有牛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 因救我的神喜乐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 又使我吻行在高处 这里看得出先知的信心 好像夹着翅膀 铃驾在他的怀疑跟恐惧之上 他从怀疑和挣扎里面来释放 进而自己的内心更新而欢心 他知道无论环境如何 他都因为耶和华欢心 因救我的神喜乐 这就是信心的快乐 是何等的得胜 哈巴谷先知为何能够如此的信靠 乃至他知道神给予他的应许 一人应信得胜 这是神给万代圣徒的应许 包括我们 我们相信神的应许 带着信心依靠神 我们更能在困苦中安息 过得胜喜乐的生活 哈巴谷先知 从这个挣扎到蜕变的整个心路历程 值得我们学习 让我们在结论里再来回顾 前面所提的 首先哈巴谷先知 他能够坦诚的来到神面前 陈述他心中的苦恼和疑惑 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的天父与我们是最亲近的 我们并不在他面前逞强当英雄 第二哈巴谷先知 他决定等候神 我们不知道他等候的时间有多久 但因他不断的与神来亲近 回想起神的恩典 他最后就可以把一切的都交给神 这就是造就他大有信心 不看外在环境只单单信靠神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弟兄姐妹 新冠肺炎疫情就像是一场龙卷风 席卷世界造成人心惶惶 我不知道现在的你 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景况当中 或许在经济上还是感情里 还有或许是身体健康有了问题 也或许你正长期照顾着生病的家人 而感到很疲惫 甚或你在这段期间里面 和家人的相处也出了问题 又或者我们来审视一下我们的内心里面 我们最近的情绪 是不是好像比较容易暴躁 也比较有忧郁的感觉 有负面的思想 那么这个时候 就是神要你安静的时刻了 不要倚靠自己的能力 将眼目回转定睛在神的身上 爱也是要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 你才能靠着神去爱身边的人 希望透过今天的信息 都能够带给你我勉励 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学习哈巴古先知 把我们的困难都向神来诉说 安静等候神 亲近神 信靠神 让我们的信心也能够带着翅膀 凌驾在你的环境之上 相信我们也都能够从挣扎中 蜕变成为和神心意的人 然而无论你处在怎么样的一个光景 我们的神都乐意帮助你 祂对我们的生命都有美好的计划 祂是那位叫万事互相效力的神 在这样处境艰难的时刻 让我们都能够做出锻炼 并建立信心的这个决定 最后我用一节经文来与大家来共勉 这节经文是约翰福音14章21节 有了我的命令 有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向他显现 我们现在一同低头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你是我们的拯救 也是我们得着丰盛生命的确具 耶稣谢谢你无条件的接纳 饶恕与祝福的恩典 求圣灵帮助我们 天天引导我们明白 认识你无条件的爱 而在你的恩典中建立信心 常常以感谢赞美为继献给你 而能活在真实的福音中 经验福音的大能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 阿们 愿耶和华赐福你 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 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长脸垂顾你 赐你平安 你开了我的耳朵我的一年 我的嘴将生送你到永远 你的一年靠过我的思想 如同健康过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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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